我的脸大 我的脸大 吼嚷嚷 我的脸才大 那今天 我的美味佳肴的是 大宝 为什么呀 因为我脸大 谁脸大谁最牛 还是这样 妈妈 你看我的脸是不是太小了 我是不是应该让脸大一点啊 这样挺好看的 为什么要大一点 哎呀妈妈你不知道 现在谁脸大谁最牛 大宝说的 妈妈 你有什么让脸可以大一点的办法吗 你可以吃胖一点 这样脸就大了 好 我以后要多吃点 吃饭了小贝 好嘞 吃完了妈妈 还要吃 给 还有 妈妈 我还要吃 小贝 你不能再吃了 你的脸已经变大了 真的吗 太好了 大宝 我们俩来比一比 这次我的脸比你大了吧 没有 还是我的脸大 不信你问小朋友们 小朋友们 我们俩谁的脸大 觉得我脸大的 发索一 觉得小贝脸大的 发索二 怎么还是大宝的脸大 那我也比小雪的脸大 我比小雪娘 我的脸确实太小了 我也要拥有大脸 妈妈 把家里所有的吃的都给我拿来 我要吃 给你 我的脸很快就也会变大了 你们的脸怎么都变得这么大 因为我吃了很多很多东西 现在脸大了吧 我也是 大宝 现在我们俩谁的脸大 我觉得还是我的脸大 什么呀 肯定是我的脸大 小朋友们 你们说 现在我们三个谁的脸最大 是我的发索444 是小贝的发索555 是大宝的发索666吧 同学们 我的脸最大 现在我最牛 你们都要听我的 快去给我写一百本作业 我们不行 我们不行 交作业啊 你们三个怎么睡着了 老师 你的脸怎么变小了 你说什么呢大宝 我看 你是还没睡醒的吧 一上课就睡觉 妈妈是在做梦啊 快交作业 知道了 小朋友们 我们 交讯 以后我再也不是你的妈妈 你快离开吧 交讯 快离开 快离开快离开 不要啊妈妈 你这是太让我失望了 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 不是的妈妈 你听我情绪啊 妈妈 别相信她 她就是个骗子 王后 这是怎么回事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小雪 是这样的精灵仙子 小雪 这是妈妈在孤儿院领养回来的 他们很可怜没有爸爸妈妈 我就把他们带回来了 姐姐 姐姐好 你们好可爱啊 小雪 从今以后 你就是他们的大姐姐了 你要好好对他们 不会的妈妈 快来吃饭了孩子们 王后妈妈 怎么了小小雪 我们不能吃饭 为什么 小雪 小雪 你已经不要我们吃饭 什么 我没有 小雪 小雪 你已经不要我们吃饭 晚上我们是多余的 今天要我和妈妈 我们还是走好了 小雪 你怎么能这样对弟弟妹妹们 不是这样的妈妈 你听我解释 我压妈妈了 我厉害 好了小雪 好了小雪 你别说了 宝宝们 走 妈妈带你们出去吃好吃的 真是气死我了 我现在就要揍你们 不要啊 我好害怕 小雪 你干什么 你怎么能欺负弟弟妹妹们 我没有妈妈 你看 是他们撕烂了我的作业 还能碰了我的公主群 所以我才生气的 我是的 王后妈妈 是小雪 姐姐不相信作业 就自己撕烂了作业 哎呀 我们不要告诉你 对呀 还是我们要是告诉你了 就不要我们了 呃 我们很害怕 什么 小雪 你这是太过分了 就是这样 不是这样的 清零仙慈 你快用魔法 告诉大家真相吧 我这就看看是怎么回事 精灵之力 姐姐我饿了 我要吃汉堡 姐姐我们也饿了 可是妈妈马上就做好饭了 我不管 我现在就很饿 那好吧 那你们一个人 只能吃一个 不然一会儿 就吃不下去 妈妈做的饭了 好的 喵喵喵喵 姐姐我们还要吃 不行 你们刚刚答应过我的 我们才不要吃 王后做的饭呢 一点都不好吃 走 我们自己去找吃的 就是 我们走 小雪 别看书了 快陪我们玩 不行 我的作业还没写完呢 哼 那你就不要噎了 你干什么 让你看看我们的厉害 可不是 真是气死我了 我现在就要揍你们 你才不敢呢 原来是这样 对不起小雪 是妈妈错怪你了 小小雪小小辈小大宝 你们真是太过分了 我现在就要把你们送回孤儿院 不要 可没错了 我们以后不会了 小朋友们 你们说 我要把他们送回孤儿院吗 觉得要的话 就发送一一一 觉得不要的话 就发送二二告诉我 我听你们的 我要吃蔬菜 我要吃肉 我来了 我要把蔬菜给小贝 喵喵喵 别别别 男人出死了 我不要吃蔬菜 我要吃肉 大宝 我喜欢吃蔬菜 那我把蔬菜给小雪 喵喵喵 蔬菜真好吃 我喜欢蔬菜 太好了 我恢复了一个颜色了 哼 小雪 你别得意 一会儿肯定有人来给我送肉的 小贝姐姐 其实蔬菜也很好吃的 我才不要吃呢 小贝姐姐 我来给你送胡萝卜了 什么 我最讨厌吃蔬菜了 小妹你快走开 那好吧 小妹给我吧 我喜欢吃胡萝卜 好的 给你小雪 喵喵喵喵 真好吃 我又恢复一个颜色了 真是气死我了 怎么还没有人来给我上 我来给你们送鸡腿了 大鸡腿 快给我 我要吃 好吧 给你小贝 喵喵喵 我终于也有一个电量了 谢谢你黑暗魔王 不客气 我肯定是第一个吃饱的 我一定爱小贝姐姐 你不可以只吃肉不吃蔬菜的 撒 那又怎样 有人要吃苹果吗 我只喜欢吃蔬菜 不过苹果也可以 苹果 来了吧你 苹苹苹苹 苹果也挺好吃的 小贝姐姐 你怎么抢我的苹果 我才没有 我这不是抢 是你太慢了 这是怎么回事 小贝姐姐怎么一下子 恢复了这么多能量 我真开心 看吧小雪 我就说 我肯定是第一个吃饱的 西娜 快把你的菠菜给我吧 小贝姐姐 你不是只吃肉吗 我才不管呢 只要能吃饱 我什么都吃 西娜 快给我吧 小雪的能量好少呀 我还是给小雪吧 喵喵喵 二三 我的能量和小贝姐姐一样多了 谢谢你西娜 不客气 可恶 小雪的能量怎么回复的这么快 不行 我可不能让小雪第一个吃饱 白菜 我要吃 我吃 我的能量 马上就要全部回复了 真是太好了 秦铃仙子 你带了什么好吃的 快给我 我要吃 小贝 你还不知道我带的是什么呢 你就吃 我不管 我什么都吃 快给我吧 好吧 给你 我吃 我恢复全部的能量了 我恢复全部的能量了 为什么没有蔬菜呀 我想吃蔬菜 我的能量怎么没了 秦铃仙子 这是怎么回事啊 小雪 你这样是不对的 不能只吃同一种食物 这样是不健康的 蔬菜和肉一起吃 营养才能均衡 怕不得我的能量 恢复的这么快 小朋友们 蔬菜和肉一起吃 营养均衡 身体才能健康成长 你们知道了吗 好了老师 我的一百分跑掉了 老师怎么可能会跑 是真的 我 我 我 黑暗魔王你有什么办法吗 嘿嘿 试试我们黑暗王国新推出的满分套餐吧 什么是满分套餐 好吃吗 你要把一根烤肠两个煎蛋 放进满分套餐的合成机里 你的试卷就能有一百分了 我来写水 洗剑 烤肠 煎蛋 有用 真的有一百分 谢谢黑暗魔王 我就这样得到了一百分 不好了 童话王国就要没水喝了 怎么回事 是黑暗魔王 他带着烤肠跟煎蛋 要喝干海洋之心的水 烤肠 煎蛋 是一根头上有牙印的烤肠 跟两个煎蛋 烤肠说 他头上的伤口 只有喝掉海洋之心才能愈合 对不起大家 那是我的烤肠跟煎蛋 我想烤一百分 就把他们放进 黑暗魔王的满分合成机里 我现在就把他们抓回来 修复海洋之心 煎蛋 你们怎么不喝了 大魔王我肚子好撑啊 我也好撑啊 我们想睡美容间 煎蛋都困了 快投降吧大魔王 我有烤肠就够了 等烤肠吸干海洋之心 童话王国就是我的了 颤抖吧小精灵 我再不怕你 那就让你尝尝 黑魔法新套餐的力量吧 烤肠的魔力 只要烤肠煎蛋帮我吸水 我的黑魔法就是最厉害的 而且没有人是烤肠煎蛋的对手 黑暗魔王 烤肠煎蛋的对手来了 我都想了不要去我 烤肠煎蛋快回来 我的黑魔法是要了 我一定会再回来的 黑暗魔王被打跑了 小朋友们 你们喜欢今天的故事吗 喜欢的话 就点赞关注一下吧 不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